大家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今天这个题目不好做 不过我们还是要做做看 要讲的是残障气势 在我以前还在读书的时候 还是学生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在台湾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班级 一种班级就是启智班 就需要 这些学生需要你开启他的智慧的概念 那今时今时放到 就放到今时今时的政治氛围 当然我们就会觉得 这词就太歧视了 那我开始教书了 我就问我的学生 还有没有这样的班级存在 那他们告诉我有一种班叫资源班 那天天就觉得好像也就是给这些学生去上的 所以其实西方就会叫做他们有special needs students 所以他们是有特殊需求的学生 那资源班该怎么去理解它 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忍不住找了一下 我就知道像有这个字叫做ableism able 就是能够嘛 能做事情 那加一个ism在结尾就是什么主义 你大概知道 像例如说是capitalism 就是资本主义 communism就是共产主义 那什么是ableism 有能力主义吗 反而是就像种族歧视叫racism 你大概也知道 所以race这个字叫ism 种族歧视 那ableism变成了残障歧视 你可能会想那为什么不是disableism disable不才是就是有残疾的吗 我可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我们才不是disable 我们是differently abled 这个是George Collins的笑话 这就不扯了 那总之这个字叫做残障歧视 ableism 那这边这个网站就跟你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是ableism what does it look like 那下面就有条例了很多不同的项目 其实我就忍不住去反 就是会反思在我们台湾社会上 还有没有这样子东西的存在 其实真的有 我一路看下去我真的觉得 today in our society 台湾台湾ese society we're so guilty of many of these things 真的 我们就往下来直接来看一看吧 所以先给个definition so what is ableism 那所以它是discrimination so ableism is the discrimination of and social prejudice agains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typical abilities are superior 好所以它这个definition 我们翻译一下一下 所以这就是一种 discrimination就歧视 那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偏见 social prejudice 对于这一些有disability的人们 那这样子的discrimination 或者这样子的社会的偏见 social prejudice 是立基于什么呢 so it's based on the belief 它立基于一个 就一个概念 这概念就是 一般的ability是比较厉害的 typical abilities are superior 什么叫typical abilities 例如说走楼梯的能力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可以 撇除一个观念就是 你能走楼梯 你好像比较屌 所以这个人如果坐轮椅 不能走楼梯 他也没有比你差 要是你觉得他比你差 你就在歧视他 这个观念可以介绍吗 我们就是在算是在翻译 或者是阐释他刚这句话 我们一般典型的ability 要是你觉得 这是比较厉害 比较superior的话 那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就是在歧视人家 所以你不能因为人家 可能有一些disability 就觉得他是inferior 所以下一句话也是就重要 so at its heart 所以在他这个核心概念的中心的部分 at its heart at its core ableism is rooted in the assumption that disabled people require fixing and defines people by their disability 所以again在他的核心里 这个残障歧视呢 就是扎根于一个假定 so it's rooted in the assumption 扎根于一个假定 假定什么 假定这些残疾的人士 需要你去修理他的 所以要是你觉得 他需要你的帮忙 你就是在歧视他 所以假设今天有一个人 他真的是住着拐杖好了 然后他走到一个桌子 走到一个餐厅的一个 他想要坐下来吃饭好了 结果你看到他有点残疾 可能住着拐杖 你说来来来 我帮你拉椅子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比较敏感的这种 disable的这个 假设就是这位先生小姐好了 他可能就会觉得 你帮我拉椅子干什么 我不需要 所以你帮他拉椅子 从这边就可以知道 就根据这个idea的definition 就是你在歧视他 ok so if you assume that they need help or if you assume that they need fixing 你要是假定他们觉得 你觉得你假定他们需要你的帮忙 或假定他们需要被fix的话 那这样就是不对的 ok 好所以 继续再说下去 所以就像是种族歧视 跟性别歧视一样 so like racism and sexism ableism classifies entire groups of people as less than and includes harmful stereotypes misconceptions and generalization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其实看前半步道就够了 所以残障歧视就 你就把各种不同的这些群体们 然后把它归类为不如你 所以这样就叫做残障歧视 你把它归类为不如你 so if you classify these groups of people 强调一下group是负数的 所以可能有视障啦 听障啦 讲不出话的 口词有问题的啊 或之类的 或者哑巴啦这些 所以要是你把这些不同的group define成是不如你 less than 所以刚刚的superior inferior less than they are less than you if you classify them as less than you you are discriminating against them ok 好这段大概解释够了 所以这就是definition 所以怎么会成 他们如何呈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so what does ableism look like 这是接下来讨论的 好所以要是今天 你是公司行号 结果你去没有去配合一些 他这里所谓的一些法规的话 那当然就是好歧视他们 或者下一个 要是你把这些学生们 他讲是学校啦 如果说我们从学校角度来看 教育的角度 出发点来看的话 要是你把学生做 用不同的ability disability 来做分隔的话 所以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有 我那个年代的起志班 或者现在的资源班 也就是把这些 特殊需求的学生 跟一般的学生分开来的话 这就是歧视了 所以这就是目前我们讲的这个ableism的核心定义 以及它呈现出来的 how it manifests itself 所以要是你把学生分开来教 就是在歧视人家 so segregating students so segregate这个字就是隔离 分开这样子 so segregat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to separate schools 所以如果像是 以前有个叫起冲学校 起冲学校 起冲学校的一样的概念 所以这个起冲学校的本身 就是在歧视参商者 这样子 ok 然后再来 还有像例如说 像你用restraint 或者seclusion as a means of controlling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所以要是你用一些 就把人家隔离开的一些方式 来去控制他们 也就是歧视人家 这大家懂了 然后一样 成人或小朋友 你只要分开 一样的概念 so segregating adults and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institutions 在机构里也一样 不是学校而已 这样子 好 然后下一个 要是你在设计建筑物的时候 没有把他的那一个 就例如说 残障的那个 坡道啊这些的 没有设计进去 那这样就是在 歧视人家 我不知道这个对你来说 有没有make sense 因为我们刚才讲说 我们要把他们当成 就是equal 你可能会想说 既然是equal 我干嘛多弄一个 坡道给你 可是话不是这样说 有的人要是没有坡道 他真的上不去 那个楼梯啊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去 照顾人家 那那个 或许那个坡道 要是你今天没有残疾 你也可以走吧 大概是 so if people have equal access to the ramp then I guess there is no discrimination 但总之你在设计建筑物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设计这个 ramp进去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handicap ramp accessibility ramp so failing to incorporate incorporate accessibility into building design plans 他讲的这个accessibility 绝对不是只有ramp 还可能包括一些其他 像例如说点字的那个东西 或什么的 下一个讲就是 so buildings without braille on signs elevator buttons etc 这个b-r-a-i-l-l-e 就是那个盲人点字的那个东西 一颗一颗的那个 所以要是你在一些 呃呃 sign上面啊 呃或者是电梯里面的button上 没有braille的话 那这样就是 在骑士人家 yes ok 那甚至连website都有可能 so if you build inaccessible websites that's ableism too yes ok 那下一个刚刚已经说过了 the assumption tha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want or need to be fixed 所以你假定他们需要你的 呃呃需要你的帮忙 需要你去fix他们 那这样就是不行的 ok 那下一个也是 要是你把这个ability 就把这个disability 当成是你笑话的的一个笑梗的话 那这样当然是不行的 so using disability as a punchline punchline就是笑话最后的那个梗 or mocking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marker就嘲笑 所以这样子不可以 ok 但下一个又又回到了 so if you refuse to provide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所以要是你拒绝去提供 合理的配合的话 那也是骑士人家 所以你一方面不可以 把它看成是less than 可是你还是得要去提供 它应该有的 呃 应该有的accessibility的这一些 的这一些means就是了 这样子 其实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容易不小心踩到的线 我必须这样讲 好anyway 那下一个还有说 这个19090年代的这个优胜 不是90年代 应该讲的是 190018世纪的 的这个优胜学 那也是不行的 这也算是一种 ableism这样子 那当然还有像是这个 呃 当年的德国纳粹 他们会大量的屠杀 呃 残障人士 那这样当然是不行的 好然后 下一个就又更细节了 刚讲的是那种大方向 那现在讲的不是大方向的 而是你日常生活上 你可能会不小心冒犯到 人家的一些这种小小的这种 一样是残障歧视 所以我们一样样就这样看下来 所以要是你今天办一个活动 你选择了一个 没有残障坡道的 或什么之类的的一个地点的话 那你就是在歧视人家 你欺负人吗 这样 so choosing an inaccessible venue for a meeting or event therefore excluding some participants 所以选了一个 inaccessible的venue venue就是地点的意思 来开个会啊 或者一个活动 因此你就把一些参与者 给拍出在外了 so therefore excluding some participants 所以这是ableism 然后下一个我就觉得很有趣 using someone else's mobility device as a hand or footrest 这是在歧视人家 我大概可以接受了 这个 it's not up to me 但这个至少我觉得是 我还算同意他的逻辑的 要是你刚刚没看懂 我翻译一下给你听 你要是把 其他人的这种活动用的设备 他讲的是mobility device device是设备 mobility就是行动 你就想像轮椅吧 或者是拐杖 所以有了一个人的 一个轮椅在这边 结果你把你的脚 馈上去休息 或者你把你手 放在上面休息 或之类的 这样就是 一种冒犯人家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件事 反正他说 这个概念是这样就对了 所以总之不要去乱动 这样的东西 因为那个是人家 或许你可以想象说 那是他的脚 来一个轮椅 那我不会把我的脚 放到你的脚上 来休息一下我的脚 或者我也不会把我的手 放到你的脚上 去当作这是一个hand rest 所以同样的 我就不应该把手 放在别人的轮椅上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 然后下一个也是 我觉得这很酷 so framing disability as either tragic or inspirational in news stories movies and other popular forms of media frame就是把什么东西 装在一个 装在一个相框里 叫做frame ok 所以要是你把一些残疾 去把它frame成一个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例如说 小明从小就失去了双腿 然后 以前那个 那个明星是谁 康康常常讲的一个笑话的开通 小明在一次车祸中 失去了双腿 但这样的笑话现在看起来就是已经是Aboism 刚刚说过了 但如果说你把一些故事 把这些残疾残障 讲成是悲惨的 或者是激励人心的故事的话 这都在歧视人家 所以 这一点我们台湾时不时还是会看得到 就哦 这个谁谁谁有一个什么症 当然他很努力 然后或许他在做饼干 或许他在街上卖东西什么这些的 然后或许新闻报道 把它爆成说是一个 哇这是一个值得激励人心的故事 这是一个残疾人士 然后努力向上的故事 然后我们要向他看起 他没有手没有脚 然后还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 什么的 所以这样就是在歧视人家 OK 再讲一次 所以你把它想成是悲惨的 或者想成是能激励人心的 都不对 都是在歧视人家 就是你不需要把它的这个特殊点 就是残疾这一点 拿来编成一个故事 不管是悲惨的或者是激励人心的都不应该 因为它总之不应该成为一个主题 然后把它特别frame成一个特殊的主题 就是在歧视 不需要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大家可以理解 我一边讲一边觉得 I'm convincing myself 然后下一个 Casting a non-disabled actor to play a disabled character in a play movie TV show or commercial 这一点我觉得蛮酷 这cast就是卡斯 也就是找人来演戏 所以你要是找一个没有disabled的演员 来演一个disabled的角色的话 所以要是今天你有一个角色 他是残疾的 你就应该找真正残疾的人来演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有一个明星叫做 Jamie Fox 大家都知道 杰米福克斯 非常喜欢的一个黑人演员 他演过一个黑人的那个 应该算他灵魂歌手吗 还是反正就唱R&B或之类的 还是应该加了一支爵士乐的就好了 anyway他叫Ray Charles 那他就演过 他就扮演过他 那他是一个盲人 那在演的时候 他事实上还没死 所以你还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 他跟他学习钢琴弹奏的那个 就是一个盲人在弹钢琴的 一些神调之类的 哇那很厉害 那放到今时今日这个政治时空 这样就不行了 OK你找Jamie Fox来演一个盲人 No no对不起不行 因为他本身不是盲人 alright 好然后再来 Making a movie that doesn't have audio description or closed captioning 好可能这不见得懂这些字 所以你要拍个电影 那电影没有audio description 就是这个听觉上的一些描述 或者closed captioning 就是CC字幕啦 简单的说 所以要是你没有字幕的话 那其实人家 Sure OK 再来 using the accessible bathroom stall when you are able to use the non-accessible stall without pain or risk of injury 也就是你不要去占用那个 残上人士的厕所或之类的 所以你用了那个accessible bathroom bathroom stall就是一个一个厕所隔间 所以他多加了stall这个字 same thing 好所以你要是用的话 那不OK 那下一个我就真的 不是很好理解 wearing scented products in a scent free environment 所以在一个 不该有气味的地方 你使用了气味的产品 例如说 喷了香水 好吧 这一点我或许不是很够理解 但anyway念给你听了这样子 好 再来下一个 继续看下去 其实我想我们今天的重点是 后面这一些 所以我几乎每一点都想念一下 talking to a person with a disability like they are a child talking about them instead of directly to them or speaking for them 这三点都被认为是歧视 第一个 这个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真的太常犯 太常犯 因为我们就先入为主的认为 他刚刚讲的嘛 我们觉得残上的事就是 less than us 所以要是你跟一个有残疾的人 然后你跟他讲话 就会用仿佛他的小孩的方式 在跟他讲话 所以明明是一个城里人 坐在轮椅上 然后你就说 肚子饿魄 要把我买个便当给你吃 之类的 talk to them as if they are children 你要是这么做 就是在歧视人 这个我很同意 或者 要是你今天 你需要谈论一下 像例如说 你跟一个活动主办说 你们要把这个地方 弄出轮椅可以上的一个波道 什么之类的 否则有些人不能上来 然后事实上残疾的人 可能就在你旁边 所以你在谈论有关于他们的事 可是你却不是直接跟他们讲话 so you talk about them instead of directly to them 所以不要 所以要是他们在现场 直接跟他们讲话就好了 就不要跟别人去讨论他们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或者speaking for them 就是你即便是替他们发声 也不应该 因为again 你要是觉得你有必要替他们讲话 那你就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 they are less than you so we keep coming back to this point 就是你不可以觉得 他们是比你低的这样子 好下一个再来 asking invasive questions about medical history or personal life of someone with a disability 所以你要是问人家一些 比较侵略性的问题 例如说你现在是坐轮椅 对不对 你坐轮椅多久了 不要问 问了就是 why are you being inquisitive 所以不要问 问了就是不太对 而且的确有的问题 可能比较invasive一点点 person life不要问 然后再来 assuming people have to have a visible disability to actually be disabled 好所以就是你不能假定说 这个人的disability一定得看得到 so assuming people have to have a visible disability to actually be disabled 所以你要是必须 就你假定他必须得有一个 能够见得到的disability 例如说扫一只手 或之类的 或者摆卡瘸着limping这样子 不是的 有的人有的disability 是看不到的这样子 然后再来也不能质疑人家 so questioning if someone is actually disabled or how much they are disabled 所以你不能质疑人家 是不是真的有残障 像或许我可以这样说 像你如果看到有一个人 停在那个残障的停车尾 就你知道地上有蓝格子 画个轮椅的那一种 然后他下来就有剑步如飞 那你就不可以走上去问他 你是真的有吗 所以这就已经在 这样做就是歧视了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或许他有的残障 可能是I don't know 身心方面的这样子 例如他有亚斯伯格症 或什么的 that's a disability yes 所以你也不能去质疑说 你到底有多残 so if you question how much they are disabled that's round two 最后一个是 asking how did you become disabled again最后这几点 其实内容上差不多 所以你不能去问人家说 你怎么变得有残疾的啊 就不要问这样子 ok 好所以 还没讲完 我今天这一集做的可能有点长 可是我自己觉得 还蛮有意义的 真的 所以应该是最后了啦 呀呀呀最后这一点没有 我们中间这边还有几个点 还是要 还是要 这边我们再讲一下下 所以就是他讲的下一点就是 有一些microaggression 哇连这个词我都觉得很想说一说 什么叫microaggression 就是你 唉这该怎么说啊 就他是非常细微 然后你可能不会注意到的 可是事实上你透过这些细微的小动作 表达出了你的一些对人的不友善 ok 以及人家可能会感觉到的不友善 这样子 ok 像我这个其实是前一阵子 大概哇已经是 大概有两三年前了 就 有一些极左派的学生 那他们在一个学校里面的那个 好像是校长的演讲中 有校长在那边讲话 但是学生不希望校长用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 跟他们说话 所以当校长把手举起来说 大家烧暗物照 不要急 不要吵 让我来跟你们解释 然后学生在下面就说 手不要举起来 因为他这个手举起来 安抚大家的动作 就被学生认为是一种 你他妈也在小看我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动作 大家不要吵 他的手举起来 这个安抚的动作 他们就把它解释成了叫做microaggression 这样大概懂意思 ok 这种小细微的动作 结果被人家认为是有敌意的 microaggression 所以下面就是很多言语上的microaggression 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上很常看得到 我自己都常讲 lame这个字就是掰咖搏脚 他就可以讲一个东西很烂 所以就说 你上礼拜看了黑豹 好不好看 oh the movie was lame 这样就是 残障歧视 ok 因为你用lame这个字 这样不ok 那还是像retarded这个字 这个字现在政治上已经完全不ok 就讲说你这个人低能弱智这样子 oh you're so retarded 不可以 ok 或者你说 oh那个人一定疯了 that guy is crazy 我crazy这个字不能随便拿出来 因为等一下听人会冒犯 ok 好想 oh you're acting so bipolar today 你今天超级bipolar 什么是bipolar 躁愈症 对 躁跟愈 躁愈症 bipolar 所以这些词都不能拿出来当作玩笑用 甚至说 你今天吃药了没 oh 这样也不信 are you off your meds 你今天吃药了没 是不是没吃药 oh那不可以 不可以这样子 然后再下一个也是 oh it's like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就好像盲人带着盲人在走 我们这个project做的没有一个方向 盲人带着盲人 不可以 这些词都不能拿出来 那这个下一个片语 我真的在节目中有讲到过 有人说要是今天有一个东西 没有被人家给听进去 oh 所以我给你一些建议 没有被你听进去 所以仿佛你的耳朵就是聋了一样 没听我的讲的话 so my ideas fell on deaf ears 所以这个fell on deaf ears 就是 那你有你看 看到deaf这个字就聋子嘛 这样子所以不ok ok 再来像刚刚crazy这个字 cycle也不可以 cycle也是就是讲神经病 是不ok的 还有OCD也是 OCD是强迫症 所以这句我读给你听 所以我是一个很 打扫得很干净的人 所以我房子必须 扫得很干净 仿佛我有一个强迫 像是我强 我有强迫症一样 so I'm super OCD about how I clean my apartment 所以不要拿OCD出来 ok 就是强迫症这样 甚至下一句 Can I pray for you 我能不能替你祷告 当你这样讲 你就觉得 仿佛就是想说 我比你高 所以我要来替你祷告 Can I pray for you 这是西方人 我真的可以想象 就是可能 算是一个很有善的gesture 看到你现在状况 可能不太好 我可以替你祷告一下吗 我现在会被认为 这是歧视 这样子 ok 那最后一个更搞笑了 我都不觉得你有残障 I don't even think of you as disabled 所以你讲这句话出来 都不ok了 ok 好 讲到这里大概差不多了 所以这整页 这样介绍下来 我不知道你听了有什么感受 ok 但我觉得 你不见得同意里面没一点 可是 如果今天社会进展到这个地步 就是 就是如果今天一个残疾人士觉得 这些的确是要在意的东西的时候 那我们出于尊敬 out of respect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是尽量去配合这些东西 因为 因为这才是 该怎么说呢 不好说 因为我刚想讲 我脑袋中想讲出来的话就是 这样才叫做体贴人家 可是 again回到我们刚讲的 我如果想着要去体贴他们 就仿佛我是觉得我比他们 superior对不对 那这样想就已经是 踩到人家雷了 right 所以好像就已经不太对了 然后现在心里想到的词叫 动辄得救 或许我应该讲到这里就好了 再讲下去 说不定又多说多错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